蔡徐坤这段时间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了 这一次 蔡徐坤算是接替黎某某和吴某某之后 又一个顶流翻车了 读过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蔡徐坤最大的麻烦 恐怕很多人第一时间觉得 她得想想如何搞定那个女子吧 的确是这么一回事 但是 这个女子对于蔡徐坤的影响不太大 我认为最大的麻烦 恐怕不是人家 而是她背后的资本 首先 在很多人看来 蔡徐坤作为此次事件的头号种子选手 免不了要接受一波舆论洗地 所以 现阶段的蔡徐坤应该想办法如何搞定这个女子 这样的话 至少自己能安全落地就行了 毕竟 这件事情的风声太大了 但我认为这样做的可能性不太大 因为很简单 这个女子带来的风声只是一阵风而已 只要蔡徐坤熬一熬还是能顶过去的 而背后的资本就不一样了 资本最害怕什么 是风险 对于蔡徐坤而言 哪怕自己再作死 只要不是什么原则性问题 那都不是事 隔壁一阳迁徙靠边门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吗 只要不违反原则 产生不了太大的风险 那资本就会视若无睹 因此 这才是蔡徐坤现如今要做的事情 因为一旦稳不住背后的资本 自己的这个顶流身份肯定是保不住了 而且蔡徐坤现在不是保不保住顶流位子 而是要稳住背后的资本 这才是最关键的问题 一旦稳不住了 接下来很有可能会引发一连串的事情出现 毕竟资本一旦意识到蔡徐坤是个巨大的风险 那么 他们大概率是不太会继续给蔡徐坤投入更多的资源了 这时候蔡徐坤面临的麻烦只会更大 难道蔡徐坤不知道这件事情 错了 他当然知道 这时候就得看蔡徐坤如何搞定资本了 因为他的这件事情 说到底就是没有管住自己的那根棍子 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误而已 只要蔡徐坤能老 过一阵子 大家都给忘了 但是 一旦资本意识到了蔡徐坤是风险 那可不是什么小事 他们可不是为蔡徐坤投入更多的资源扶持他 这也难怪蔡徐坤近些日子来活跃的那么欢 特别是现在蔡徐坤代言了那么多的品牌和商业合作 一旦他出事被封杀之后 接下来可能造成的麻烦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毕竟隔壁的案例已经是非常多了 难道蔡徐坤不清楚 错了 他当然清楚 甚至非常明白这样做给自己带来的后果 可问题是他即便知道了这么做的后果了 也得谨慎考虑一下背后的压力才行 从吴某凡到王某红到李某峰再到现在的蔡徐坤 我们见证了娱乐圈越来越多的明星翻车 其背后之行径 令人瞠目结舌 尤其是吴某凡 曾经的超级顶牛 如今却沦为阶下球 天堂地狱 一面之间 还有最近刚刚塌房的蔡徐坤 虽然她的风评一直不好 但只是针对她在音乐方面的表现 可谁知道 她无才就算了 关键是吴德 这样的艺人还值得追捧吗 蔡徐坤塌房后 有一个问题引发了大家的思考 娱乐圈到底有没有值得我们信任的明星 看到这个问题 肯定有粉丝喊出她的偶像的名字 说我们家哥哥永远不可能翻车 有网友说 胡哥一定不会翻车 小战一定不会翻车 刘德华一定不会翻车 吴京一定不会翻车 周杰伦一定不会翻车 王宝强一定不会翻车 以上这些明星 大概是目前网友们最看好的 也是最不可能翻车的明星 可是 他们真的不会翻车吗 真的值得我们信任吗 我看未必 有一点大家要知道 粉丝跟明星之间的差距很遥远 有的粉丝自认为对自家的偶像了如指掌 相信他的人品 我就纳闷了 这些粉丝近距离接触过他们的偶像吗 跟他们的偶像一起生活过吗 凭什么就这么了解自家的偶像 还有一个事实 明星为了树立伪光镇的形象 往往都是要装的 普通人三分装 明星至少也要装五分 表面看起来光鲜亮丽 背地里不知是怎样的人 吴某凡 李一峰 王某红这些大牌明星 翻车之前 哪个平时看起来不是一负证人君子的样子 可一旦翻车 他们的真实面目暴露 你就知道什么教诲三观了 所以在我看来 娱乐圈没有一个明星百分之百值得信任 不管是胡歌还是肖战 也不管是周杰伦还是刘德华 更不管是吴京还是王宝强 你要知道 他们是明星 但也是人 是人就一定有人性 而人性一定有弱点 有网友总结了这些年明星翻车的特点 男明星翻车通常是因为情欲 女明星翻车通常是因为金钱 仔细想想 不就是这样吗 一个拥有众多女粉丝的男明星 尤其是一个没有结婚没有女朋友的男明星 他的情欲难道不需要被满足吗 可是 没有结婚又没有女朋友 他们如何满足呢 只能像李某峰 蔡徐坤甚至吴某凡那样通过一些不正当的方式 欲望这个东西 或许能克制一次两次 但不可能一直克制 完全抑制人性 那就不是人 而一旦克制不了 用了什么旁门左道 错误形成 曝光只是迟早的事 看吧 蔡徐坤之后 一定还有大牌明星翻车 我们就看看下一个是谁吧